好,我們開始今晚的教育 如果熟悉我的風格就知道我比較自由 當中有什麼要問問題或者打斷的話 就隨便,不用去到尾 今天會做一個Level 3的Demo Lecture 以及一個Information Seminar 如果大家中間有問題,隨時都會發聲 我是Carol 在Captain教CFA班 在年尾的時候就教Level 1 年頭就教2和3 那差不多Level 3都教了七、八年 Agender很快,其實很短 所以Agender會考試 以及一些都會做Demo Lecture 好,這個是Level 3的Syllabus 首先恭喜大家 那Level 3呢 沒有Accounting OK Good News 應該是 大概少少 那 那Level 3的Key 就是Key Concept 主題 就是Profit Management 就是 這裡 就是Profit Management 這個就是Level 3的主題 那麼多Level裡面 Level 3是最Systematic的 我告訴大家 就是Level 3是最Systematic的 基本上就是把整個Profit Management Process 由頭到尾走 跟你Walk Through一次 請問大家 證監會說 不是我說的 證監會說的 要投資之前要做些什麼 不是我說的,是證監會說的 投資之前要做些什麼 大家死火了 證監會買了這麼多廣告 既然答不到的時候 證監會先罵他們 證監會說 投資第一步是什麼 這些太深了 先什麼 後什麼 證監會說不是我說的 先什麼後什麼 A和B 先什麼 證監會 證監會給Level 3 證監會也不是很專業 你答不到也OK 證監會 證監會 C什麼什麼 後什麼 知道證監會這件事嗎 大家知道這件事嗎 希望大家知道 後投資是B A是什麼 C什麼 Thank you 先了解後投資 對了 先了解後投資 絕對 請問大家了解什麼 對 先了解投資 絕對正確 證監會沒有說 先了解什麼 你覺得先了解什麼 證監會說 先了解投資 我問問你選什麼 第一件是 對的 K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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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了解一件事 了解什麼 誰的風險 Kyp Kyp 之前了解 Kyp 之前了解 Kyp Kyp 對 兩部曲 Kyc Kyp CF Level 3 一開始 Kyc 講幾堂 Kyc K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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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類 是 K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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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主題 到了這裏 你知道有個問題 那為什麼人們肥膩Lv3 因為香港沒有什麼institution 香港是很背後的 香港沒有GIC 沒有Temmersec OK啦 你明白我講什麼 所以香港沒有這些 香港最多就是 Hineward 大堆 香港Purvet Bank 大家都知道 都很強的 但香港基本上是沒有institution 沒有 但基本上很少 新加坡有Temerset, 内地有试保基金, 香港是什么, 香港没什么, 你知道什么 所以基本上去到这里, 香港人已经搞不定了, 因为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香港基本上没有 Endowment Foundation, 很多人都没有 先讲Powered Wealth 刚才讲到, 先了解Client, KYC Client其中一类就是 High Net Worth 其中一类就是, 透过一些问题来聊天, 等如你开户口里, RM 会问你十条问题 循例问十条, 循例问十条, 循例问他十条, 大家都是收工 大家都签个名字, 收工 问题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 你讲的东西, 和你想的东西, 是两个世界 你想的东西, 和你做的东西, 也是两个世界 你是讲到, 做不到的, 这个就是现实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叫Behavioral Biases Behavioral Biases 等于大家知道, CFA Level 3 你要努力读书, 大家知道这件事 大家知道, 出来做事, 要努力做事 然后不要去到旅行, 省钱, 存钱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你知道我都知道 但是存钱, 你和我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花钱 Behifinance, 说这件事 你明知要做一件事, 你是说不到出来的 所以, 变成你KYC的process 是break down 于是, 我就说, 怎样能够 去解决, 解决, 处理问题 这是Behavioral Biases 上面说的 Behavioral Biases 是combined financial psychology 你们有很多 psychology 所以, 我就教育股表金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基本上, 简单来说, 一个都有病 这个世界是为何你窮 你窮是因为你有病 所以CFA Level 3 就是个解药 你吃完解药的话, 你应该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不单就要吃 你的客人都要吃 这个就是level 3的理念 我以前是做structured product 我经常说一枝枝东西 原来是CFA的概念 换句话来说 客人有病 要医疗病的药 就是个product 刚才讲的是 然后就是institution institution我会做demo lecture 后面会讲的 CFA是有几个institu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 有些会讲 KYC完之后 就KYP了 就是capital market expectation 换句话来说 你今天介绍个盘产品给客人 到底这个产品期待多少 return 期待多少的stated evasion 就是这部份 这个真的是KYP,跟人没关系 基于一些methodman model 去derive return 那你有return的时候 接着就可以做下一步 就是asset location 所谓是资产配置 很多的study告诉你 你的return 基本上很大部分 就是你的资产配置 除非你整个身家买了 腾讯 那就是恭喜你 如果你两元买三元买 一般人都不是的 一般人都是一个basket 不停地买的 原来你的basket 其实是很难跑赢 就是很难跑赢指数的 指数就是asset class 你不相信自己 你看一下 那些return 所以那些asset class 其实已经detail了你的return 扣了一个combination 叫做asset location 你的return 大部分都是comfrom 那里 但实际说 这个世界一样 叫做alpha alpha unicorn 就是读学中文的 读学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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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听听听 现实世界没什么 然后到这里 才做execution 才开始砌 portfolio 因为之前 基本上都是 跟客人吹的 吹到差不多 你分析 portfolio 给客人 无论institution也好 invision也好 他肯定去 签名 签名的时候 就是execute portfolio 就有execution execution的时候 就回到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Traditional investment Traditional investment 就是你的equity 和fixed income 基本上是全世界最大的 两种asset class 所以一般来说 你的institution 或者individual 那些component 大部分都是equity 和fixed income 为主的 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真的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的话 你要divestive portfolio 由于fixed income 和equity 其实都是highly correlated的 当利息涨的时候 分析有跌 equity 所以divestive portfolio 你找些 less correlated less correlated的assets 那就去到AI AI 所以level 3 会讲很多 risk management 的东西 当然 如何是risk management 如何是工具 答案就是divestive 你去到level 2 swap forward options 和futures 在level 3 世界里面 divestive的focus 是如何透过工具 去reduce risk 当然 所有divestive 我都知道 但是level 3 就focus 到risks 所以另外一件事 如果大家知道 现在 市场里面 都很concerned 被mifed 都很concerned 到底 你帮客做trade 的时候 execute trade 到底是不是便宜 很漂亮 到底如何设定 standard 如何做 所谓algo trading 这个是trading 里面说的 最后最后最后 就是performance evaluation 过了一年两年之后 不用两年 一年 那 game经理 或者RM 你一定要return 他就交功课 客人跟他见面 以后 假设客人 譬如基金 就return了10% 譬如benchmark 是12% 12% alpha 就负数 那我们的行为 underperform 就是因为portfolio 是升了10% 而index是12% 那就是perform 那去到中心问题 这是一个 CFA里面 打出重要主题 普通人读level 3 不明白这件事 上我的level 3 你underperform market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因为你技术 你忌不如人 一个就是运滞 你命不好 我想问一大问题 在投资里面 你以为技巧更重要 还是命更重要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你发梦的梦 你觉得呢 那说吧 那说吧 其实呢 大家都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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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不错 你不受试课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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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了 短期里面呢 你贼是dominate 短期里面是dominate,长期里面是skill是dominate,这是事实来的。 即是简单来说,你今天去赌场,你绝对有机会赢,落彩也有人中的。 如果你做一次落彩,就是skill,就是luck,你做十次落彩,就是skill, 那就是skill,做一次我不知道是skill还是luck,一次是我不知道, 你做十次落彩,那时候就是skill,我扮了围斯,我扮了围斯,教我。 但你赢一次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是CFA里面其中的中心思想,就是这里说的,就是performance evaluation, 即是到头来,他做得好做得不好,做得多少是confirm luck那样东西, 多少confirm skill那样东西。 而skill里面再拆开,是market timing,是security selection, 还是sector selection。 所以刚才我讲过流程,其实我不知道代替当中你做哪一行, 我本身去到去年六月的时候,还在一家九号牌公司做asset management, 其实我开头教CFA Level 3的时候,我都不太清楚, 只是只是读的,只是理论,但去到做asset location的时候, 即是真的做一家基金公司做的时候,九号牌公司做的时候, 我才能明白到,其实里面的流程是这样的, 其实是一个template来的。 但无论是大公司小公司, 其实都跟着这个template走的, 所以里面的东西其实是make sense的, Level 3里面的东西是make sense的。 好,考试本身跟之前Level 1都一样, 明年是6月15号,明年是6月15号, 明年是6月15号,明年是6月15号, 今年是很迟,明年是6月15号, 即是做了三个小时,下个三个小时。 下午的考试跟Level 2基本上一样一样, 所以你考过Level 2的话, 你大概知道下午就发生什么事了。 10组题目,每组题目有6条, 60组的item set,每组的item set 6条。 一般的学生,Level 2下午是完全没问题的, 一般的考试都很好的。 Level 3你死,不是下午的, 是上午而已。 下午是死不去的,一定死不了的, 基本上你已经见过了, 即是那类题目已经见过了。 那杀你就杀上午而已, 就是所谓的constructed response, constructed response是所有的essay questions, 就是一条open-ended question, 给你问问题, 但不是MC, 要写解释。 这就是10至15组题目, 每组题目是irregular的, 短的可能是10分钟一题, 长的可能是20分钟。 以前的世界, 再早一点有30分钟, 现在已经绝职了, 恐龙死光了, 通常是10至20分钟, 最长的20分钟都顶了, 短的可能是9分钟一题, 但其实总共有10至15组, 这是事实来的。 好, passing rate近年都是54%, 所以也有passed一半。 当然, bad news是一半肥子, 一半passed。 我问大家, 有人听过, 三个level里面最深是哪个? 有没有听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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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呢? level 3,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level 3, 你呢? level 3, 通常都是肥胖的, 应该是level 2, level到最深的。 level 3, 问我, 其实Sibis是短的, 是Tense短的, 他杀你呢? 完全不是material的, 是杀你的考试形式, 就是刚才说的, 早上午, 我说过, 你level 3, 你level 2, 就算你那些题目, 完全不知道问什么, 三个答案, 看一看, 总有个make sense, 就算你不知道题目, 不懂得做, 你撞也是三个机会撞中, ABC三个机会撞中, 人家写东西嘛, 你不懂就不懂, 寻不鬼东西而已, 记住, 没有同情分的, 你不懂就不懂, 你不懂就不懂, 下一个题目浪费时间, 你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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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两个答案不理解, 第三个答案就是, 但试试的话, 你不会懂就不懂, 所以你问我, 这个passing rate, 我想说其实好像都可以, 但其实是低的, 最难考试是level 2, 你pass了level 2, 没有理由是level 3, 但事实上就是考试的形式, 是杀你 那为什么这个挑战呢 第一个我想说 我想问一下 在当中有谁是做九号牌公司的 九号牌 你九号牌 你做Long Fund Hedge Fund 做什么Strategy Logger Equity和我自己一样 做除了他之后 还有九号牌 146不算 9号有没有9号 这个是香港光景 香港是不懂得Portual Management 差不多几十人里面 只有一个是九号牌公司 Logger Equity考他的东西 Logger Equity考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香港的问题 香港是一个股票文化 香港是一个数字文化 每个人都知道的Number 大家知道 香港是很少的Portfolio 唯一一本雜誌iMoney 我以前写一个文章 我只是说了一点 但在美国 Barrons Barrons最出名的一件事 就是给三个股票给我 三尺 三尺 然后给三尺 这个就是Portual Management Exactly就是Portual Management 你不是买一只股票 拿什么Number 这些东西 你根据一堆原因 我去买三只股票 同时去买三只股票出去 这个就是Portual Management 香港就不说这件事 香港就拿Number 123 67 Wetting Skill是重要的 我经常说 我先说 Exactly 其实是不太对的 我们做BuySci 你是不是做Enders 我想问 你做PM 你给Enders礼命了 我想问 你结完公司 你结完公司 给基金经理 你会写长还是短 OK 一般来说 如果你知道 BuySci的Research 是很短的 基本上是 退完公司 Sci visit 就写几个comments Level3 其实就是一个training 就是写短的comments 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你 或者不喜欢你 三个原因 一二三 即快静静 跟SelSci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SelSci的Research 我们的Research 是这样的 一张字架是这样的 所以香港人写东西 有时词不达意 有时词不达意 贴不了点 你贴不了点 就没有分 然后它的marking scheme 和中学会考一样 它有marking scheme 有十个点 你贴到就被贴一贴 就有分 贴不贴不到就没有分 所以要用回 给它知道 你明白它问的什么 和答到那些点 你贴不到三个点 四个点 你写一百个点 也没有用 只需要花时间 所以你题目要很清楚 问什么 提目问什么 就要给三个特别 你熟悉的话 其实像我这样 你知道它问什么 就给三个点 不要跟它浪费时间 英文没有大问题 英文可以 香港没问题 这个我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time management 我说过 Lever 1 每一条是分半钟 Lever 2 每一条是三分钟 所以是很普通的 你会有一个rhythm 你自己做practice question 就知道有rhythm 分半钟 你会知道是move on 三分钟是move on 你不会花太多时间 在一条题目里面 但Lever 3 这些题目我说过 就是irregular 这些题三分钟 那一条四分钟 那一条五分钟 那一条六分钟 那变成是乱的 你很难 有时以为 一条两分钟的题目 就花太多时间 那变成长的题目 就花得不够时间 请留意一下 在Lever 3 里面 那个分钟 time allocation 就是个题目的比重 所以整份卷 加上时间 大家知道 有些题目做得快些 做得慢些 但是不要太离谱 你这条三分钟 题目做得十分钟 那我后面输了七分钟 后面追回去 就难了 加上一件事 大家知道 一遍 一遍 是unbounded的 boundary 是unbounded 你可以飞到很远 你飞到很远 你回不回头 你记住 它要你走一条路 你走错另一条路 你写的全部是对的 全部都对的 你没有错的 问题是它不是滑火 这些东西 你自己走到美国 加拿大 都是得不到分的 那是数据 我又觉得不是 其实这个 自己查一下 不是数据 那 IPS question 是否很难 我觉得也是一句 其实 他问到问题 真的有过 就是profit management point of view 一些institution 你是好像 比我 例如我之前 都在 比较做一些基金 在基金中 做过 你比较sensitive 他问了些什么 但是如果你不是 你就是不太知道 他到底有什么答案 是 好 那这些我反而 我都知道 和Level 2 如何预备 或者是什么分别 那些我不花了很多时间 那我就想做一个demo lecture 就 wrap up 我的session 那 讲一讲这些 我说 before move on 那我们呢 有个essay workshop 那 其实呢 就是 train大家做多些 IPS questions 那 就会有两个series 一个在十月开始 一个在五月开始 那 Tactica 有target两批人 的 一批就想做多些 IPS questions 因为我们就算在vision的时候 都做不完所有institution 那我们会在这做所有institution 那 另外呢 就是target一些 譬如有些觉得 以前下一个level 3 肥了 那觉得 只想做这个assay workshop 那 都可以的 那就是focus上两批人 好 那 那这些自己看 这些不讲了 那 那 就 讲一个topic institutional investing to investing 那 有comment给大家的 CFA呢 就 考的东西呢 和那本Curcrum 讲的东西呢 是两个世界来的 那 所以Curcrum 有一些section 例如说institution Curcrum那套东西都可以 是完全不考那些东西的 是没有关系的 他讲的东西 和考的东西是两个世界来的 完全是relevant的 所以都可以 那CFA里面呢 就有讲几个institution 包括了pension foundation endowments insurance 所谓banks 的 banks banks 第四呢 是从来没考过的 所以不用读的 很浪费时间 我第一课叫大家不要读banks 是从来没考过的 我说从来是从来 我记录是从九几年开始到现在的 保险呢 是很少考的 很少考的 很少考的 最后一次考保险 是2010年的题目 之后已经没有再考过 我不知为什么 他还摆在那里 其实是很少考保险的 所以考来考去是第一第二 这两个 考来考去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institution是分成两大类的 pension就是alm 就是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focus 因为投资里面很多时候 你有个lability去摘取它 pension保险的例子 foundation endowment就是asset only 就是另一类的category 所以通常来说 他就拿foundation or endowment representAO pension representAO 就是OK的 很多时候考试是考两个institution 不是考一个 所以很多时候 pension加上endowment pension加上foundation 这样考法 不用看到了 这次开始讲pension pension分成两大类的 define contribution 和define benefit 请问NPF是define NPF是哪种 NPF是哪种 是不懂的 NPF是哪种 NPF是 对了 Defined Contribution Defined Contribution 公司的责任就是 每个月供的那几千元 似乎公司的答应给你多少 如果是 Amentary 就千五元 是这样 基本上 Defined Contribution 这次讲到 雇主是根据 Law's Regulation NPF 投资的Portfolio 就是 Employee自己决定的 就是在 網上决定的 填份表 所以当中 雇主不需要做任何 投资决定 不需要做任何 考考 Defined Benefit 这是主角 Defined Benefit 就是公司 当你去 签约那一剎那 公司就会答应 Based on某些formula 去养你过世 就是Defined Benefit 由于 请问你 养你过世的Promise 是一个asset的Liability 是的 Liability 公司似乎 就会投资一些asset 去面对这个Liability 现在你是asset的经理 现在请你回来 就是manage这个asset 所以留意一下 Level 2 就focus上我的Liability Level 3 就focus上asset那边 其实是互相对应的 就是match它 所以 现在 这个manage的asset 因为雇主的责任 将来有你过世 这是一个Liability 是一个Liability 公司现在 就要投资一些钱 到一个pool里面 叫pension asset 去manage它 这个就是你的工作 这里involved terminology exactly就是Level 2 其中一个字 就叫surplus surplus surplus 就是asset的Liability 你的责任 就是try to maximize surplus 这个就是你的责任 即是你as game经理 你try to maximize surplus 先说Liability Liability 分成两部分 这个CFA里面 叫segmentation 所以Liability 就是segment了 一堆就是active lives 即是那班人 还在做事 即是Liability 是come from那些人 还在做事 另外一批 就是come from 那些retired lives 已经退休了 请问你 Active lives Active lives Investment horizon 长点短点 Active lives Investment horizon 长点短点 是啊 长点 所以也要 要多些risks 因为是长期的 因爲是长期的 那变回到retired lives 顧名思义 等等等什么 所以就会变到risks 会变得低一点 所以这个CFA的concept 就是segmentation 有个字 就叫frozen plan frozen plan 近年 就考虑了这个concept 简单来说 香港没有人懂的concept 我想问大家 在当中 有哪个是define benefit 有没有 没有 不用考虑 就是有problem 是没有人懂的 因为香港没有define benefit 在欧美的大国 香港现在唯一的define benefit 就是你命好 97年之前 入香港政府 就有define benefit 是97年之前 在庄中 那么年轻 年轻貌美 那当然不是那批人 所以没有你的份 但是当时来说 就是97年之前 入政府工 就是define benefit 那define benefit 过去来说 是欧美的主流 pension plan 一般的大公司 对付ine benefit 后来发现了 搞不定 因爲呢 是给不到这样的钱 公司搞不定 所以很多公司 包括匯丰座 我以前在匯丰座的时候 那他们就开始 有个字叫frozen 就是简单来说 你旧的员工 就还是坐在 define benefit 里面 但是新的员工 就全部订了 define contribution 就是订了 阿嫂已经是 但是你命好 你旧的员工 你就还是 享受 因为呢 你签约的员工 是一个legal obligation 公司不可以单方面断了 但是呢 你再加入公司 那些全部订了 definite contribution 坐在那里都傻了 他知道这样让不起那些人 就是他这样 复制不了 obligations 其中一个提问就是 到底呢 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那这里呢 就是曾经一个题目的答案 那题目就是问 到底 在那个 Define benefit 里面 到底公司的 投资的目标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答案 那先说我吧 general sufficient return meat pension liability consistent with great objectives 那这个就是答案 那这个就是答案 到底是什么 那在Level 3 Level 3 里面 当是说return的时候 他好多的时候 要加个字 就要quantify 就是你这么说 return多少 就这么说一句这样的声音 general sufficient return 是不够的 那下个问题是问 到底quantity是多少 到底在pension plan里面 required return是多少 那我想问第一个问题 你的liability 你的liability 其实是一个growth rate 的 那个liability 的growth rate是什么 知道吗 你的liability 在Level 2 里面 其实是高一个rate 的 那个rate是什么 不是 是的 thank you 就是discount rate 对的 inflation 价值 premium 就是discount rate 就是discount rate 记得Level 2教你 如何计算 这个liability 是将 future benefit 到今天 那份母就是discount rate 所以反过来 将将来的benefit discount到今天 就是liability 那你向前走的时候 那个liability 就估计就是discount rate 一样的 所以required return 就是discount rate 来的 简单来说 如果你的asset 的return 低于discount rate 你很快的plan 就underfunded 了 因为你的asset 比你的liability 你的asset 就算多大 at some point 你将来 都一定是underfunded的 所以都要估at least discount rate 所以 min return 就equal to discount rate 就是这几句 所以是based on level 2 的concept 首先说一下 那就是 required 就已经说了给你听了 就是discount rate 现在看看risk那边 也提到一个字 alm asset 就是billabit management 又是一句 那为什么香港没有bond market 香港没有bond market 因为香港没有institution 我想问大家 是什么人买30年债券呢 是什么人买30年债券呢 你想想 是什么人买30年债券呢 我想问你 你会买30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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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问你 是谁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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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跟我买保险公司 那为什么保险公司 买30年债券呢 为什么呢 你会买30年债券呢 是谁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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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年轻的牌子都不死的嘛 你的努力很长的嘛 你今天当你30岁 香港人是永远 大家知道香港人不死的嘛 香港人当你平均生命90年那样 90岁 你肯定告诉大家 100岁都不会死 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很长的努力来的嘛 所以你买一个很长的S&M 去顺着它 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有长债市场 因为美国有institution投资者 香港没有这派人的嘛 香港最厉害是定期的嘛 国都没有唯独定期 三个月四个月 香港是强项 香港institution强项是定期的 我做人行我知了 香港是强项 所以香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除了保险之外 还有什么 institution 听不见 endowment 不是 endowment 我想问大家 endowment 是长短的 短的 短的 不是的 请问是哪个是长的 呢 刚才说完 就是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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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死的嘛 大家知道了 香港是不死的 香港的努力越来长 现在是 记住 今天你当你三十岁 那样 公司养你 养到你死为止一百岁 70年的压力 够长了吧 够长了吧 你不死也是压力 都是压力 你不死他也是死的 所以这个就是LM的concept 当中就involved fixed income 所以LM的Fixed income 其实是用来做hatching 是用来做immunization 是这样用的 就是 这个asset match for liability duration matching cashful matching 这是LM的Fixing and Focus 那还有我说一件事 那你刚才说了 刚才提到台语讲到 当你kyc的时候 就是risk和return return 就是discount rate 那现在说到risk那边 那risk呢 就有五个因素 影响到一个institution 一个pension fund的risk 有五个因素 一二三四五 那第一个呢 就是plan surplus 那请问大家 不要说institution 说个人来说 你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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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take的risk又多你少 对了 Thank you 那institution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呢 他有钱呢 就是mesured by a surplus 就是a-l 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 今天你很有钱 你愈有钱 但同时有很多债 其实不代表ability risk高的 我看你的时候 应该严格的 看你的net worth 你的net worth 越大呢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 那pension是一样的 一个institution就是a-l 那请问你了 你的income越大 你可以take risk越大 对小 所以这里就是讲 sponsor的financial status 不是讲pension plan 是讲那个sponsor 就是背后的公司的情形状况 如果财献状况健康是好的话 他也可以take多些risks 跟人一样而已 先讲这个 那就是plan features 那有不同的pension plan 有些不同的pensure features 其中一样东西很常见的 就叫做肥鸡餐 叫lum sum payment 刚才讲的 在97年中 香港政府的话 你是可以 你享受define benefit 当时是这样做的 那你退休的话 那政府就会让你过世的 每个月pay payment 那turns out 有另一个option 就是肥鸡餐 就是拿个lum sum 政府逼送你的计算 就给你一块钱 那你拿这块钱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 政府就没有obligation了 那你签了contract 就是签了一张release letter 那请问你 如果这个pensure plan 有肥鸡餐的 就是有lum sum payment 可以take a risk 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 这个有lum sum payment 可以take a risk 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 答案是少一些的 为什么 第一 什么不肯定呢 什么不肯定呢 你都这么说 但是简单一点 请问你 如果有机会 拿肥鸡餐的话 那个lum sum 是长的 还是短了 请问你短了的话 就是turns 短了 就大小了 就是说这个logic而已 这个也对 但是这个容易 我说一次 你那样东西 你那样东西 未必不对的 未必不对的 但是这个答案 一定得到分的 这个就是key 就是你答一些容易答的答案 一定得到分的答案 不要挑战难度 ok 不要挑战难度 level 3里面 早些容易答的答案 一定得到分的答案 我做一次 你那样东西 未必不对的 可能你写三月子之后 也解释到 拿罗贝奖 问题是 level 3不是拿罗贝奖 level 3 拿那两分 那两分 就是time horizon 那样东西 wordforce characteristics 一样 其实跟concept 就是说 到底那些员工的平均年纪 如果平均年纪越大的 那是那头近一点 turns短了 又是low ability 如果特别多 如果年纪的话 那就长一点 那么ability experience 就大一点 那 那最后讲这个 那这个 就不是那么obvious 的 不是obvious 那 譬如 现在假设 有两个公司 一间是可可乐 cocola 一间是gomensex 那两个公司有define benefit plan 那请问你 你觉得哪间公司的patient plan 可以多一些risk 是cocola 还是gomen 就是有两个pension plan 一个是高敏的 一个是cocola 哪个 plan可以多一些risk 答我cocola 就是这里 就是correlation 这个keyword 就是correlation 这个文章 由于你说得对 就是因为是financial institution 那它的profitability 它的profit 和pension plan asset的表现 是highly correlated的 就是简单来 那个市好呢 它赚多些钱 那同时的pension plan 做得好些 那市不好的话 它赚少些钱 那pension plan 做得差些 反过来 可可乐 基本上是很stable 就是income 和pension plan 表现没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 Imagine 现在经济不好 pension plan 插水 很厉害 去到underfunded a是小过l 公司 就要是主资的 但是如果你是goban sex 的话 那现在当pension plan 做得不好的时候 也正好就是经济 生意不好 生意不好的时候 你想住资 你没有钱住 那变回cocola 就很stable 就算现在经生意 就算是市不好的时候 它有足够现金 cash flow 去做那个contribution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goban sex 就不适合得太多risk 就是尽量pension plan 因为你本身的business 很risky 你的pension plan 就不应该太多risk 就差到特大risk 就快 那变回cocola 你的business 就很stable 的 反而pension plan 就没所谓 我讲这个概念 好 那 那 iPS 除了说那两个objective之外 有些constraint 的东西 constraint 就是要投资考虑的 第一个就是horizon 在行业的时候 我讲过了 就视乎到底那个 就是distribution between active life 和retired life 有多少是退休 有多少未退休 你越多人未退休 的话 那个time life 会长一点的 那 requiries 就是问 是否要捉钱出来的 也都是视乎有多少是retired的 因为retired的话 就有requiry needs 那如果你未retired的话 那个plan不需要付钱 就不需要捉钱出来的 negal and regulatory 那美国是有监管的 pension plan 很简单 他都怕你 放不够钱下去 那些人从来公司倒闭 那些员工就上街游行 那政府处理他们的 所以在美国里面 一些pension plan 也都是regulation 挺简单来说 就不能太underfunded 太交关的 不用谈的了 美国所有pension plan 是underfunded的 问题不要太夸张 因为太夸张 你真的接了 那政府要包底 就不要太好了 那美国的pension plan tax 基本上是non-taxable 因为是等于 泰文分 那就是non-taxable 这是特色 那还有unit needs unit needs 就是cash all term 就是换句话 不是前面的四个 都放下去了 这些特殊的需要 举个例子 那有些公司 pension plan 是有些social conscious的 就不可以买烟草股 不可以买赌股 不可以买军事股 不可以买军事股 就是会这样做 就是会这样做 所以譬如甚至 之前那些 child labor 那些 就不可以投资公司 所以视乎 那 plan 本身的mandate 好 那我就停在这儿 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关于课程 考试的 那是给大家问一些问题的 除外问 只管问一尝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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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n不考cron значит が沒有計算 是 progressive memories 那這個人真的有時候又問多 又ancovel 1997 那有數計的 不是沒數計 可是是沒有colan的 沒一個特別的reading metrics 是個計算的 所以沒有優lichable 優lichable 아무래도個額 promets important 不用擔心一定沒有 關鍵 那不同 east descendants model會重新呢 有 PE 的 P 和轄 emitted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问吧 12月 好像是12月 其实 谢谢 10月开始已经足够时间 实际上 Level 3 实际上没有Level 2那么大 假设你要读Level 2 你连一个月都不迟 因为其实 实际上 你上课我真实际上 我给你读 我告诉你考什么 有些东西没浪费时间 Level 2我没有把握 Level 2我没有把握 所以很多东西不用读 我叫你没浪费时间读 Level 3有特色的 你的规则比较多 是不考的 最多考两个 这个就是Level 3的额色 他考的东西很简单 但是 我设计了一件事 反而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去 Get the best out of Level 3 就多些去一些 美国大的基金的网站 看一看他们的产品 为什么呢 我和你 你们有没有做 Manager Accounts 我想问一下 我和他们知道 Manager Accounts 我再当中文人知道 Manager Accounts 我再当中文人知道 Manager Accounts 答案是 这就是 Level 3是说Manager Accounts In fact Level 3 再严格一点 是说Manager Accounts 如果你读Level 3 我建议大家 未来两个月时间 就拿时间上 Manager Accounts 在美国大的基金公司里面 例如Black Rock 看看他们是什么产品 其实这个就是 Level 3的主题 我以前读 教Level 3 经常说 教基金 其实Level 3 不是教基金 Level 3是教 Manager Accounts 即是怎么办 Manager Accounts 所以我鼓励大家 去知道多些 这些概念 其实不用Black Rock 其实Value Partner都有 Value Partner的网站 看看他们是什么产品 就是不用那么远 都是 但是这个Product 可以这么说 香港是比较obscure 但是美国是很popular的东西 香港是很obscure 这个就是为什么 很多香港人考虑有困难的地方 美国或者加拿大很普遍的东西 来到香港就很不普遍的了 但是我发现 Value Partner是有的 你去网站找到这个Product 有些叫Mandate 有些叫Discretion portfolio 有很多名字 但是这类的东西 好 有没有问题 我将时间交给Christy 大家好 我是Christy 那 应该有 都很大部分是我的同学仔 有些 有些认得 我应该没有认错的 那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说一下 究竟Captain是什么公司 或者是我们有什么的offer 那我简单说一说 如果有些不认识我们 或者第一次刚刚Mapel 3 才考虑Captain 那你可以之后在Q&A的时候 捉住我去问一些你想知道的东西 我是Christy 那我负责CFA FRM和CAIA的program 那如果之后有其他的问题 都可以随时找我 那你们今天的folder 都会有我的名字卡看到的 那有些我就负责了它 这些其实是一些selling point 那我可以自己看 那主要就是 如果这张slide 都是给一些不太熟悉 我们的课程组合的人去看的 那其实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一个最综合的study approach 就是叫做full package 那就是会包括了三个element 第一个就是education program 第二个就是revision course 还有第三个是mark exam review section 这个就不是所有的 那刚才Kyle做的demo lecture 就是demo了第一个部分 education program的时候 究竟上课的模式会大概是什么样子 而revision course 就会是粗题目为主的 也都会有老师的debriefing 教你一些答题技巧 而最后会有一个模拟考试给你 那一样的上午三个钟 下午三个钟 用essay的题目 我们都会找marker帮手改 之后会派成绩给你 再有个review section 那这样 而full package 也都有两个选择的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100%的面授课程 而另一个 如果你所有的schedule 都没有一个 match 到你上过来上堂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是一个 叫做blender full package 那就是第一个部分 佔最长时间的 五十四个钟的education program 就会用online的形式上堂 那这样 那如果你们不打算 布一个full package 那这三个element 都可以拆散了它来报的 那详细的资料呢 你就可以 sorry了 我先说完这个 那不认识我们的 其实这张slide 好像有很多都认识 那些就可以不太好看 那些 你们可以想定一下 有什么问题想问 那如果不认识我们的同学呢 那我们就有一个student service 都挺受其他学生欢迎的 那就是一个叫做online catch up video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一个capture了的screen 就是copy了下来 那就是每一次 其实上完education program的课 每一课 我们都会去edit一条片 剪头剪尾剪中间的break的时间 然后呢 就会upload上去 一个叫做e-learning的platform 那同学呢 就可以在网上重温一些片的 那目的呢 就是不希望你有miss了任何一个课 那譬如说你上课 就是你miss了 或者闭了眼睡 你想重温的 那由你报名开始 就是这条片一ready 一直直至2019年六月份 考试那一天为止 我们才会cut了个account的 那所以之前呢 你可以无限次去看的 那另外这个就是swap class 就是都是防止你避免miss课的 那你就可以人肉地swap 去旁边班上课 那你可以看回 Bouture呢 有个附件三的appendix3 那那里就会有 level3的course schedule 和fee的schedule 那你会见到呢 level3呢 total有三班的 ABC班 头两班都是中文班 都是Kyle教的 第三班呢 C班呢 就是Larry 那是英文班 那你就可以看回 如果你们打算报classA的 但是发现中间有些时间 上不了堂的 你就可以调过classB 或者classC 那这班就不用管了 因为你已经看了附件三 这个只不过是列出了 每一堂的开班日期 那你继续看回附件三 就对了 那另外IPS workshop 我不知道刚才Kyle有没有 轻轻掂一下这个 如果没有呢 你们等一下都可以 出来看 这个就只是level3才有 因为level3有assay的题目 那我们会有一个 aditional的essay workshop 那你们可以存折一下 这个 这个是assay workshop的 causematerial来的 其中一份 那 我们会有两班的 那你其实看appendix3 最底的灰色组 那一篇呢 就是IPS workshop的价钱 Full Package就不包含這個Workshop 這個都是Additional 就是Optional 你看看你會不會需要加這個 其實在IPS workshop裏面的Course slide 譬如你們在傳閱那一套slide 其實有某部份的slide 就會在Education Program裏面抽出來 因為它是Focus IPS這個topic 而IPS也是你下午考的MC 也會Cover到的 所以有部份會有Deduplication 但是它另外會加了一堆 你看到後面有些Q&A 是一些Essay的題目 那些RevisionCourse的時候 未必會Cover到這麼多 因為IPS workshop 全部都會針對Essay的題目來做 你們可以再考慮 看是否需要加到你們的package 另外就有個Free Receipt 如果有這個 可能我們的舊身都要留意一下 你可以看看第五頁 有三個圈圈那個 如果我們的舊身 應該會知道 我們之前有一個要付錢的 叫做Past Insurance 就是多付幾千元 萬一你考試不合格了 你之後就可以去Fee Receipt 可以提供VeutionCourse 和Market Sam 我們2018年開始 就新增了一個 叫做Free Receipt 直接不用加錢 有得給你Receipt的東西 那Receipt的element 當然就不同了 那這個Free Receipt 就是如果你出席率夠七成 然後你報我們的 是Classroom的Full Package 之後你很不幸地 你2019年6月份的考試 不合格了 那你就可以在2020年6月份的考試 可以免費聽我們 Online Education Program 還有那些書 那54個小時是新Sillibus 都可以重溫 但是呢 你會看到 其實整份Bouchure 就沒有了要付錢 那個Past Insurance 因為那個已經沒有了 19年就不會有這個 在那 那其實For Level 3 又不是說太過 就是欠了很多東西的 就是首先我們 免得預先收了你一塊錢 然後好像 卡住了你 之後才讓你 萬一有些什麼事就用 因為特別Level 3 因為如果你Past了的話 likely都會Past的 那那個就變成了一個Credit 那你就用來報其他 Financial Training的Course 那可能又未必有這麼多 都有的 但是 總之Level 3不是太需要 不過其實這個都沒有了 那另外2月11號 那其實2月11號 就是我們的Early Birth Dead Line 如果同學打算報 我們的Live Education Program 或者是Full Package 那就記住這個日子 那大部分 那大部分 Level 3的課 好像都是在 有一班 最早的那班 就會是2月11號之前 開了班 那所以如果你們 不打算這麼快報名 遲些才報 就記得要記住這個日子 不要遲過這個日子 對了 這一步就有點錯了 不好意思 那這個就是 就是在講的 Online Pre-Course 那Level 3 都有Online Pre-Course 但是它的Pre-Course 就不是這些 那麼Fundamental的Topic 它的Pre-Course 就會是 2018年 頭三課 的 Video 來的 因為呢 我們的Schedule 就是Topic 那個Allocation 和去年是一樣的 那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 叫做你報了名 上課之前 你首先可以重溫了 剛剛今年6月份 那個考試的頭三課 的Concept 先 因為就算它改了 譬如Ethics 它有些東西改了 但是它的改動 不會很多的嘛 你都可以預先看了 大概有個 GET了個Feel 特別一些 如果Level 2 不是跟Carol的學生 那你Level 3 因為中文又沒有什麼 可以選擇 只有Carol是中文的 那你就可以看看 你的Style 那這個呢 就是你們今天的Folder 裡面呢 就會有一張A5 size的Coupon 那這張Coupon呢 就讓你用來 補充全包裝 那全包裝 那全包裝呢 就剛才提到 有一個可以選 100%的一個Classroom 全包裝 又或者是 一個混合的模式 就是一個Blender 全包裝 那由今天起計的三天內 你拿這張Coupon 過來報名 就可以在學費上面 即時減1000元 那如果 應該都 我猜你們未必 多人 未用這個 如果真的有些同學 未用這個Facebook 的Discount的話 就可以like 我們的Page share 然後show 給我們的同事看 就可以在學費上面 再減多50元 那 最後這個呢 就是一個 介紹人的計劃 但是呢 介紹人的計劃 一定沒有Coupon 那麼划算 因為Coupon 是直接在你自己的 學費裡面扣1000元 而Win Win Referral Program 這個呢 就是 介紹人和被介紹人 各自會有500元的 而一和三 就不可以共同使用的 但是呢 一和二和二和三 是可以共同使用的 如果對於推薦人計劃呢 這個呢 反而你們可以留意 可以遲些留意一下 就算你畢業了之後 你有其他的同事 或者朋友 將未考的 而你又打算介紹他過來呢 我們likely 這個也是一個長造的 limited offer 所以你可以到時再介紹過來 再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些 類似這個推薦人計劃 舊身也要注意一下 我們之前呢 先這樣說 跟之前一樣 如果跟我報教育程程式 或者整個全包裝 都會送一套SWISER的書 但是今年 2019年呢 就有點不同了 以前呢 如果你報classroom的程式 就會給你一套print version 如果你報online的程式 就會給你一套ebook version 但是2019年開始 它就沒有分成這樣 總之你報任何 你報online也好 你報classroom也好 那個classic package 就會是兩個version都會有的 會有print version 會有ebook version 這樣 就好像好些 價錢又沒有什麼特別 有調整 但不是很多 之前就3600 現在就3800 那就不需要你on top 再加500元去要完整 而報名呢 就已經可以即時拿走一套SWISER的書 因為現在已經有貨了 而上課用的slides 就一定要上課才會派的 可以看appendex 4 如果附件4 就有其他SWISER的package 如果你們會補課程 而又送了那套書給你 其實就不需要你一套 但如果你看完schedule 或者上完demo lecture之後 都覺得我也是打算自修 那你就可以看看這一版 看看有沒有package適合你用 那這個可以看我的卡片 這個可以看我的卡片 這裡的聯絡資料 卡片也有的 有沒有什麼問題 星期六報名 星期六報名 今天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五或之前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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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那些很個別的 可能你到期之前 到期那一天 你告訴我 今天真的來不了 有意外 我明天來 那就會得 但當然你今天 星期五到期 下星期三之後 拿回上星期那張cumen 過來報名 就真的不行了 但我們下星期都有其他SWISER的 沒有其他問題 有沒有人想問CEF那些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都問得好 因為上課的時候 有很多學生都會忘記了 其實那個online capture video 只是education program才有的 但其實revision course也好 或者IPS workshop也好 我們都會照上課 都會照錄影 但他就不會放上網上網上 給學生網上重溫 我們一樓會有一個media lab 其實我們的片 Edit完之後 我們就會upload到我們的media lab 那裏 如果你到時真的 萬一上不了live course 而需要重溫的話 你就可以打電話過來 我們這邊查一下 成不成功錄到 如果成功錄到的話 你就可以約時間過來下面media lab 那裏看 是啊 因為IPS 那你做題目 其實IPS那個structure 有點像是education加revision combine了一點element 因為他教書之餘 又會粗一些essay的題目 另外老師都會幫你們改一條 即他有四課 likely他好像是第三課 我忘記了第二課 然後叫第三課 然後第四課 給你改了那個 還是怎樣 他會幫你改一條 那他那個 即他上課的模式 會跟老師互動會多些 多過education program 因為education 多數都是老師教書為主 這個你在網上重溫的 作用會大很多 但是如果講revision course 或者IPS workshop 因為太多跟老師互動 你可能會很多問題 發出出來 我們的老師收咪 即是收音 只是收這個咪 因為你們說話 其實收不到 所以你就會無故 可能老師停了 然後回答一些東西 但你又不知道別人問什麼 所以那個效果不是那麼好 但網上重溫 是真的純粹給你們 真的miss了個課 需要過來聽一點點 才過來看 有沒有人想問CEF 對 不用想著 4月1日之後才有 其實 revision有兩班 在4月1日之後 但是 都對的 我經常想逃避這個問題 因為CEF新的scheme 真的很複雜 有哪些人想著 你是不是想著不報 full package 你不報 full package 我才要告訴你 因為你報 full package 其實這個都不關你的事 算了我都說了 不要那麼衰 因為本身CEF 我們就是等於 怎麼說呢 一個full package 是等於兩個CEF的 course 第一個CEF的 course 就是education program 第二個CEF的 course 就是revision course 加mock exam 那些criteria 怎樣才能夠收到錢 我之後再告訴你 如果你full package 其實就等於 你同一時間 報了兩個Course 但是呢 如果你要拆開它來計 譬如你 我不知道你本身 一萬元是否用完 如果你一萬元已經用完 即是報 level 2 的時候已經用完 是不是我們舊身來的 報了 如果你已經用完 其實你現在這個status 你是不可以說自己是CEF的人 去申請CEF的 course 除非你單步revision course 而那個 course 是4月1日之後才開班的 因為你在現在4月1日之前 你還是只有一萬元而已 你沒有那個未來的一萬元 所以在我們這個status 你是已經用完你的一萬元的 除非你是不報education program 你是拆開 或者你拆開它來報 但是拆開它 就不能用package的價錢了 所以你就留回去 反正沒有限的 這個 剩下的一萬元是 你 死之前都可以用的 好像 好像是 一百歲之前 我忘記了還是 忘記了 總之你一定有機會用到它 不是 它那個生效日期 就是2019年4月1日 開始就會有一個一萬元 就是新的一萬元 但是它說的課程 必須要是4月1日之後開班的課程 就算開班 譬如你現在看Level 3 Level 3基本上 就只有revision course的class B 和revision course的class C 是4月1日之後開班的 所以你所有education program 全部都是 有之前開班 就是under舊制的 那就不會有那一萬元 只是得舊那一萬元 是 Online 即是你都申請這個部分 其實你都是online submit 你打些東西下去 然後它會 說有沒有人改 好像 蛤 有文字 是的 Essay 這個我倒下之後 我再get back 給你 正常是應該有的 但是 正常是應該有的 因為它會有 不過我不敢 逼你 那個text不同的 兩個考試不是同一份卷來的 兩份卷來的 是的 我知道 你之後留下電話給我回覆你 誰說的 應該是聽錯的 應該是聽錯的 不知道什麼英文字 忘記了怎麼讀 然後的pilot program 它就是會有一些select 即一些有限的quota CFA的charter holder 你可以 exempt了 Kaya 的level 1 即是直接 總之你charter了 你就不需要考 Kaya level 1 直接考 Kaya level 2 就已經有Kaya 那個 destination 這樣 但是錢 就好像沒有特別 什麼discount 但我們本身 譬如 FRN這樣算 我們都會有 premiere的discount 都是dependent 你報名的日期 你越早報就會越便宜 那些 是的 是的 好 可以 可以 那 是的 blended full package 是嗎 嗯 嗯 是 premium plus 那個 是 有什麼分別 是的 在內容上 即是 你說的是 譬如 online的blended full package 和 Sweizer的package 有什麼分別 首先 我們 blended full package 裡面的online education program 其實就是 capture from 我們的live course 那就是 就是 是的 是的 是啊 是啊 但是有分別 因為它的 course material 其實是有些分別的 因為 Sweizer的premium plus 的package 你看到其實 沒錯的 它有些element 是組合有點像 我們的full package 例如 那個 Sweizer package 第一項 online weekly class with video lecture 這個 有點像我們education program的element 但是它那個 因為它是一個 首先它是美國的製作 那 全部都是online 然後呢 它的 course slide 就 怎麼說呢 它有一個叫做online weekly class 那這個呢 就是會指定了的時間上課 那有個Asia time的 你可以看到 Level 3 是1月20幾日 至5月的8日 每個星期上一晚 三個小時 那樣的 那另外呢 有個叫做video lecture video lecture video lecture呢 就是以前的名字 叫做on demand video lecture 那其實就是一些 你現在已經有得看的東西 它就是 簡單點來講 就是它本身那個online weekly class 就不會cover所有LOS的 就是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它不會cover完 但是呢 它就會有一個叫做video lecture的東西 就sort of 是cover了LOS的東西 但是那個呢 那就是要 你suppose呢 就是要自己看完這個video lecture的片 才去上那個online weekly class 那還有呢 因為它online weekly class 其實是一個 就是Asia time 但是它是live的Asia time 就是8點鐘開始 晚上8點鐘開始 上樓上到11點 那些來的嘛 那其實他 Sweiser呢 他就沒有 他做live的時候 他沒有一個TA的人 去幫他忙的 那譬如 但是一個online program來的嘛 我之前看過他的片 就是因為他live的嘛 那譬如老師在教授 因為他旁邊類似有一些check room的東西 你可以打些東西 即時問一下東西 那樣的 那就變相呢 老師在說兩句啦 然後之後有些問題 發出來了 那老師就會停一停 然後就會回答 那些人的問題 然後就繼續說 就好像很剪得很碎 那樣 就是如果你是live的話 可能這個影響對你沒有那麼大 但是如果你是之後看archive的video 就會覺得有點混亂 那還有呢 我們的slide 這個都想說一說 那這裡我們圓圓盯裝這些書 是education program的slide 那其實呢 尤其是我的舊身呢 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19年有些changes的 以前呢 我們的slide呢 就會是左上角除了有los 還有command word 還有swiser的page number 還有CFA curriculum的page number 那但是呢 2019年呢 就有些資料會少了的 那我們就只會keep los 那個number 還有command word 而已 而swiser的page number 還有CFA Institute的 curriculum的page number 就不會再有的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changes呢 其實就 本身呢 swiser的書其實都是用los 來分辨出來的 那其實呢 sort of 你可以容易些locate到的了 還有如果你之前 真的很依賴這個page number 你會留意到 其實他的page number 不是真的那麼準確的 那所以就 不準確就不要放在這裡 騙人了 所以我就 就沒有了 那而CFA curriculum那個 就因為我們其實都不是說 很recommand 學生去用很多時間去看 這個curriculum 那所以你就 最好你真的用了 這個curriculum的時候 就可能做一下他的past paper 特別level 3 因為有past paper essay的past 那你就做他的題目 和看他的example就算了 那所以就 最重要的元素 los那個 和那個command work 都會有在 catch up video online那個 我們那個online就沒有了 我們那個online 你不是catch up的 你直接是online的 你不能選上live 如果你直接報一個是online 我們那個online program的話 bl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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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 package 那個是一個online education program 你就純粹可以在家裡 坐著看片 那如果你是 我們classroom的那個curse 那它就可以上課 也可以在網上重溫 那如果你是 sweiser那個package的話 你就在家裡 自己自修看書 那還有 也有些分別的 因為譬如你有些 supporting上 你會有些比較大的分別 譬如你有些問題 你想問 你用一些書 有些問題想問的時候 如果你報我們的live program 你直接可以問老師 或者問旁邊的同學 那如果你是報online 我們的online program 我們都可以經email 問老師問題 那你swiser那個 其實它有一個叫做 instructorlink的service 在那裡 那其實它那個是 在一個online platform 你將你的問題 send了出去 然後呢 就等可能 一至兩天 那樣 然後他就 by email 發福你 那樣 那就是 沒有那麼有效 那當然 都有些封劍有人 有些人都是看價錢的 不好意思 剛才這個問 不好意思 可以在那裡看 但不能借走 沒有什麼味道理 到你 不好意思 有沒有什麼 那又真的沒有了 我叫Kyle 給我一個笑容 來的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不過說真的 我之前看一些數據 其實IPS workshop 過往報的學生 通常呢 classroom的course 大概每一班 特別是Kyle的人 可能三十多人 一班 而IPS workshop 就會少一些 可能十多二十個人 而十多二十個人 當中有五十個百分之的同學 都有報到education program 或者是一個full package 為什麼我不清楚這個數據 因為每一次上課 上IPS workshop之前 Kyle都會問我 究竟有幾多學生 是報了education program的學生 而又加入了IPS workshop 我想他這樣問 他會調整一下 他教的模式 如果他完全沒有人去 沒有人報education 只報IPS workshop 可能他就要再說多一點 我不是很清楚 但他每一次都會問我這個數據 所以我大概都知道 至少有一半的學生 都有加入full package 或者education program 那些什麼2013 2011年 齊不齊? 不齊的 你自己上網可以有的 那些全部 你反而最新 不是 你看看是否 register了就可以有 2018年那個 那個 不知 我 算了 有的 特別上課 你這裡只不過是部分 因為Kyle 通常他就會 on top 再加一些題目 他可能 因為譬如我們 印書的時候 應該好像是 不可以拿到最新的版本來印 譬如 2018年那些 plast paper的題目 好像不可以拿來印到書 好像是 但他會當是hand out 派給學生做 他會選一些 他值得跟你們說的 題目才做 所以 所以 就未必 應該不齊 應該不齊 但你上網找到的 上網找得了 之前那麼多年的 past paper 我都之前聽到 有些 譬如我們今年做了 CFA的 celebration party 有很多 Level 3的學生 都有來 其中有些學生 都不少的 Level 3的學生 都說他真的粗了 那些 有的 past paper 他真的粗了 有多少他做了多少 我不知道他現在有多少 是否零幾年開始有 他起碼做了十年 起碼 有的 那就是past 不是要做到這樣才past 他是這樣 當然越做得越好 有其他問題可以個別再問我 沒有就可以 我們留下今天收9點 謝謝 謝謝